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最终飞机的网站指 飞机曾经在6分钟内急降1万4千尺 最终在法国南部尼斯尔北100公里坠位 坠机位置为海拔2000米阿尔比斯山区 较为偏远 陆路交通难以抵达 救援人员要陆续由直升机前往当地 最先抵达的队伍已经发现残骸 没有发现生还者 又指残骸最大只有小型汽车那么大 散落于100至200米范围 但预测未来一两天天气欠佳 不理救援 客机属于德国汉沙旗下廉航公司 德国之役 2002年成立以来 没有发生过空难 至于正机师服务汉沙 及德国之役航空已经10年 乘客家属分别到巴塞罗那 及到塞尔多夫机场等候消息 机上大部分乘客为德国人 据报包括同一家学校的十几名师生 亦有数十名西班牙人及土耳其人 德国总理默克尔决定亲自到 聚机现场视察 另外 刚刚在法国国事访问的 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六世 知道空难消息之后 提前结束行程 法国和德国领导人 都对聚机事件表示震惊和哀悼 德国总理默克尔对记者表示 这是他们心感难过的一天 奥朗德已经和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 向他表示同情 法国总理艾尔斯说 事故原因尚未清楚 但他已经扎成法国内政部长 前往出事地区 华尔加日报报道 以色列撤探伊朗和美国 及其他世界强权进行的核子谈判 以色列迅速驳斥斥这项报道不实 亦否认撤探美国 华尔加日报引述 现任及前美国官员指出 这项情报作业容易在渗入谈判 协助搜集证据 用来反对浮现的协议条件 报料官员称 以色列除了监听之外 还自美方机密简报 消息人士及欧洲外交联络管道 取得资讯 报道还说 除了刺探之外 激怒白工的 是以色列将取得的内幕资讯 分享给美国国会议员 试图破坏对伊朗核子协议的支持 很多共和党人反对达成这类协议 华尔加日报引述资深官员 在说明此事时表示 美国和以色列互相刺探是一回事 但以色列窃取美国机密 还转交给美国国会议员 意图破坏美国外交 根据报道 官员说 美国情报机构 在拦截以色列官员间通讯时 发现以色列这项行动 美方认定 这项通讯包括的细节 只有听取机密谈话才能够取得 两年前接受过撤除预线手术 以避免患与癌的荷里活影星 安祖莲娜祖利 因为出现可能是早期卵巢癌症状 要撤除卵巢及输卵管 因母系家族遗传 安祖莲娜祖利 两年前已经得知 有五成机会患上卵巢癌 近日厌血发现 相信是早期癌症征状 上星期接受医生建议施手术 避免发展成肿瘤 39岁的安祖莲娜祖利称 知道手术后无法再生育 身体将会有变化 但明白这个就是人生 不需要害怕 会重庸面对 安祖莲娜祖利的母亲 是死于卵巢癌 爱婆及儿母也患癌症 多伦多的College地铁站附近的地铁隧道 出现疑似汽油的泄露物质 法国发生空难 德国汉沙航空旗下廉航 一架接载150人的空中巴士 在南部偏远山区坠位 相信无人生还 加拿大环境部气障局 向包括多伦多的南安省 发出特别天气声明 受到一股低气压影响 多伦多市明早将会有冰雨 降雨量介乎2至5毫米左右 将持续几个小时 气障学家表示 低气压由安省西南部 逐渐北上 9点左右影响多市 而明天气温会显著回升 最高可能上升到摄氏10度 多伦多的College地铁站附近的地铁隧道 出现疑似汽油的泄露物质 多伦多公车局 暂停从联合火车站 至Blorer地铁站的一号线地铁服务 公车局正在确认 泄漏的是哪一种物质 以及泄漏源头 多伦多公车局行政总裁 贝福德自出 不明物质出现在距离 College地铁站以北 500公尺的地铁隧道上 时间在昨晚午夜时分 工作人员起初以为是漏水 后来又怀疑是汽油 他表示 为了避免地铁列车 在穿过隧道时产生火花 公车局不得不暂停地铁服务 以确保乘客安全 多伦多公车局调派了 约70辆穿梭巴士 在Rosedale地铁站 和Saint Andrew地铁站之间 运载乘客 一号线在今天下午 已经恢复运行 约克区警方 堵破一个大多地区的 商店盗舌集团 缴获大约100万件盗舌衣物 警方今次的行动 从去年10月开始 最初是对曼锦士Markville Mall里面 一间服装店发生的盗舌案进行调查 警方从保安监控录像 获取疑犯照片 怀疑该人 可能和多宗类似案件有关 近日 警方开始对三名疑犯 展开跟踪监视 发现该集团 在白灵顿 以及墨西沙加等地都有作案 警方将疑犯逮捕后 从他们的汽车内 缴获总值大约5000加元的衣物 接着又在疑犯位于北约克的寓所中 发现大量盗舌所得的衣物 警方称 疑犯在自己的寓所里面经营临时服装店 讽刺的是 这间临时服装店 也装有防盗系统和保安涉象头 目前疑犯面临多项和盗舌相关的指控 西捷航空日前发现 有不法之徒为消费者提供所谓大幅度折扣机票 编局牵涉上百名受害者 该公司提醒消费者提高警惕 西捷航空称 撤编局的人宣传售卖廉价机票 称比公司官方网站便宜一半 广告吸引大约100名前往美国参加会议的消费者付款 结果发现机票无效 据悉 这些机票实际上是使用一张失损的信用卡获得 受害者所属的公司已报警 并提供了相关信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费赟 转发 打费赏 будем执档 工师ostat oke 费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